有人要我分享一道黄阿轿 无顿不举不尽 而且还要又嫩又鲜 还热味 确实有点难度 但我不信心 我忘记得搞这适合看看这儿 黄阿轿 满回来的 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黄阿轿 给它打发刀 这刀不快 现在所有的发刀都打好了 放点盐 胡椒粉 来点料酒 给它剥均匀 腌制一泡分钟 洋葱给它切成片 生鲜给它改造成小菜块 吃的菜我们锅碗瓢盆 都不要只需要一个砂锅 先将砂锅给它加热 没有砂锅的 赶紧去楼下小卖部买一挂 这个冬天做脖子菜 这个砂布菜相当好 下锅下鱼以后放入柴子油 稍微多一丢丢 把姜片下锅 用筷子搁出它的香味 再放入洋生 再铺一层紫兽叶子 王阿椒一条一条的给它摆整齐 再铺上一层香芋多辣椒 搞几大条 再给上面淋点蒸鱼汁油 再倒是薄皮冰啤酒 水位大概还没有没过这个鱼 只有这么一点点之气 这个王阿椒的这个腰杆子就够了 这个时候我们扛上盖子给它焖 焖个十分钟 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了时间 这道菜 哪怕你零居啊 你都搞得废的 我告诉你 没有一点气质含量 小火煮了9分80秒 可以了 开看 你个天哪 最后扫上一把葱花 再来点冰冷的热油 同样的 煎炖的 替大家尝试一下 这道菜完全是靠这个 焖出来的 最大程度保持这个 王阿椒的鲜味 来一口 相当于外 而且这个王阿椒的完整度 是相当高 如果你技术不行 去水准去煎 不一定做出来这么好看 最重要是下面 垫了洋葱和紫苏 上面又覆盖一层剁纳酱 它是压制的完全没有一丁点腥味啊 我告诉你啊 哎呀 这 这是房阿椒的原本 只要我们是个男人 或者是个女人 知道您继续喊醒的 下个房阿椒 你一定消得废 赶紧消费了趁元旦 当着女朋友的面 露一手 今天就简单的试在这里 哎呀 你哪吃 你消费没有